好,我們了解了密度的公式,那還有一些是密度的觀念 第一個觀念是我們前面有提過的,定溫之下存物質的密度是定值 不管是如果我是銅,不管是我大塊的銅,小塊的銅,方形的銅,圓形的銅 我們的密度混合都會是一樣的,都是一樣的 所以定溫之下存物質的密度是定值,是確定的 大塊小塊,方的扁的圓的,大家都一樣,而且是它的特性 密度是存物質的特性,相同的存物質有相同的密度,不同的存物質有不同的密度 所以我可以根據密度去判別存物質 以前考試有考過配合一些別的福利啊的來考 如果你說那個玩意兒是誰,因為你算出來密度是3 那邊A的密度是3,所以這個就是A,就是A,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密度是定值,密度是存物質的特性 相同的存物質有相同的密度,不同的存物質有密度有密度 剛才說,密度是定值是在定溫之下 那一般而言,東西是熱脹冷縮,所以體積會變 熱膨脹了,體積變大了,密度就會變小 冷縮了,體積變小,密度就會變大 所以一般而言,會熱脹冷縮,所以密度會改變 但是有些東西不是,我們會寫一串東西不是啊,水啊,身體啊,什麼之類的 但重點是水不是,未來會教你,未來會教你 這個考過兩三次,水不是,水不是,熱脹冷縮 那它的特別的情形,我們以後再跟你說 那麼就是一般物質的密度,你通通不用背 考試如果要用到,會告訴你,只有一個要背 誰要背,水的密度要背,很好背,多少 以每立方公分一公克 所以以後考試題目,告訴我水是100立方公分 就等於告訴我水有100克 告訴我水有50克,就等於告訴我水有50立方公分 所以水就是告訴我體積,就等於告訴我質量 告訴我質量,就等於告訴我體積,我們就會曉得密度 另外一個名詞叫做比重 比重就是一個比值,就是一個密度的比值 因為是比值,所以單位會消掉,所以它沒有單位 所以比重沒有單位,就是12345,沒有單位 可是它的數字跟誰一樣大?跟密度一樣大 因為水的密度是1嘛,5比1就是5黃,對不對? 5比就是5嘛,所以數字是一樣的 所以呢,你可能不需要特別分辨它是叫做比重還是叫做密度 反正它兩個數字是一樣的 這個希望你背下來 水的密度如果是用立方公分克是1 如果改成立方公尺公斤是1000,每立方公尺會1000公克 家裡有養魚的同胞,你就知道你們家的水箱 只要稍微大一點就很重,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1公尺長,1公尺寬,1公尺寬,1公尺寬,它就有一公噸 它就有一公噸,所以你們水箱很重 水會變成裝滿水就很重,很重 因為水的密度其實蠻大的,蠻大的 希望這個數字你會背,希望這個數字你會背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會需要用到水的密度是每立方公分1公克 每立方公尺1000公斤 那剛剛跟你講過的比重沒有單位,密度有單位 可是它數字是一樣大的,所以有時候搞不清楚就算了 反正大小是一樣,大小是一樣 就是有關於密度跟比重的問題 OK嗎?OK OK